國際舞台 謝謝大家 剛才在台下聽的時候 我們兩題非常非常好題 第一個我是任務車 第一個我的高級是這個 然後我國際那個 剛才就把 我現在不知道怎麼沒辦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叫鄭子明 我是台南人 我是台北科系大學 現在四年級 然後就如 材料移植的工程學系 那大學其實有參加滿多活動 那在校內的我就是學生會類 學生全一部的幹部 然後是校務會員代表 然後服務學生課程的TA 然後一些活動的總召 參加很多一些營隊 然後還有大小的一些活動 那在校內其實玩了滿多活動之後 我覺得其實校的東西好像差不多 那我開始往校外找一些事情去做 那那個時候投了一個叫 十大結出新年基金會 那在這邊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一整年的培訓計劃 那就是你可能一開始書生 然後之後面試 然後最後我們會找出 跳出三十個大專業校的學生 然後進去這個一整年的培訓計劃 它可能是有社課 比如課程就包括社會的經濟國際情勢 然後就是行銷或自我提升 社會的關懷等等 那這個是我們之前講的老師 那這個是岩藏柱先生 那這是我們偶像 他是那個前衛生署長的楊志良先生 他其實講一句話說 一個好的衛生署長 一定不是大家都喜歡的衛生署長 我覺得他是一個陳上父子的人 他是覺得說 我做這件事情對我不去做 但是也因此 他得罪過很常常 非常多人 那但是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那就是那個活動人的照片 OK OK 那就是 那時候我也跟幾個朋友共讀了一個 叫台灣互動不認工作室 那就是 我們這這麼辦 真的能力士投資都準備活動 那給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第一個活動的宣傳影片 那我等一下會 我記得我出現在這個影片 真的 那我等一下會 你只是有出現在這個影片 那你只是要這樣 那我記得我已經有出現在這個影片 其實我剛剛有 我裡面有出現在這個影片 那其實是出於非自願,有點衰 然後我就是沒有演的一個 我原本自己去幫忙 我說,欸你們 我真的不想我拍 他說,欸你們都找了弄作演員對不對 然後我就說,對,我們找了人家幫忙 然後那一去的時候,我到最後的時候說 欸,怎麼我們少了一個演員 然後大家都演過 他說,就是每年過了怎麼辦 可以幫我明記一下嗎 幫我幫他 好,那這樣講 好,我其實就是,莫名其妙被綁 就是我被綁在椅子上 我就用粉膠帶,然後綁住我的嘴巴 然後我就被綁在那邊 然後就是 這是我們團隊那個時候第一次辦的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作品 那那個時候是 嗯 日本人 剛剛台灣有做最好的 然後我就隨機就做了一個 我們覺得更好的東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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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是這樣 這是我們第一次拍的影片 然後他們說很驚嘆說 反正就是 出現兩秒鐘 一下就沒人 一下就沒人 不會有人發現那事情 真的假的,你知道好嗎 然後最後 然後有優秀上面的截圖是看得到截圖 哈哈 哈哈 就是他看得到辣椒,然後自己就覺得很尷尬 那 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那個我在 這個是 呃 國文地科學教育博文館 跟他們辦的一個密室逃圖 他們在 他們一個展的 他們說他們想要做一個密室逃圖 然後請我們問我們說 可以幫我們做一場 然後我們就花了一個月 然後做了這個密室逃圖 然後那一場呢 我們的主題是火師 那我們就請了很多人 然後就請化妝師來做幾個火師 然後去辦一個密室逃圖 然後他們是一整片的落地床 然後我們就把線索放在那個路上旁邊 然後人家過去一樣拿線索的一次空下 哈哈 而且小朋友都很嚇哭 就這樣怎麼抱歉 哈哈 那其實我會把這個 我會一直在這些工作室 是因為我們 其實不是為了賺錢 那大家有啊 後面小朋友都知道 一張票到五六百塊 我這一張票到五六百塊 我這一張票到五百塊 我們一張票到五百塊 然後我們之前覺得 哎呦 有個相關很屌 我們就維格辦好不好 然後就維格 就租他們的總統套 然後我們就辦了一個密室逃圖 我覺得哎 很屌 但是我們也只辦三百多塊 就我們是覺得說 哎 這件事是好玩的 這件事情 不用賺錢 打發信 我們都是客人 我們都是業人 所以 我就是為了一些好玩的事情 在做一個想說 所以我覺得 我一直在 會大家一起在跟大家 在玩密室逃圖 是因為 這件事是個很free 我們沒有什麼壓力 就是好玩 就是想做 那我就去做 所以這段工作事情 讓我覺得 非常有趣的點 OK 那其實 我從以前到現在 做了很多事情 然後辦了很多活動 那對我來說 我有兩個原則 第一個是突破 我覺得 每一件事情 我在做每件事的原則是 我要看到這件事情 是在我原本能力範圍 所不及的事情 我才會想要去做 那對我來說 是一個逗幣 那我覺得說 每次做一件不一樣 不會做的事情之後 我會做一個新的突破 我會想 那我下一次也會更覺得說 這件事 我應該也可以做到 那第二是創新 我覺得 在辦活動的時候 你只要得一份企劃出 你只要學當前 會是誰有辦過活動的人 就是說 跟你講過這些事情 你要怎麼做 要我們做一個企劃很容易 要我們做一個完整的情況很容易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 我花時間在做這些事情 對我來說 一定要是創新 創新不管是 規模上也好 衣衣上也好 形式上也好 架構上也好 我都要做一次創新 那對我來說 這樣的活動 才是對我來說 有意思是 及格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是我在我們今天 北革辦的活動 我們是一個工科學校 那對公民醫師 或是校友證書 這些東西 學生權益 其實大部分人 因為自己不會有接觸 或是 不會知道 那個時候 在北革 你會有十個人 學生是什麼東西 幫你跟你說 我不知道 那那個時候 那時候是北革的學生 會得全英國的部長 就是說 這樣子 這樣不行 大家應該要認識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 索性辦了一個活動 除了 你們那樣是 一整週的活動內容 也包括學生代表大會 但是 就是我們找校長 然後校長 各級的單位 然後跟學生 就是當面的 可以討論議題 那還有幾個講座 然後標不同 一點的東西 是 我們辦了一個 辯論 那我們希望辯論這樣的方式 讓大家去知道 都不一樣去培養他的公民醫師 那比較不一樣 就不一樣 是他應該是在 大家都知道 辯論是一個很自私化 然後在室內空間 然後很專業的評審 然後專業的講評這樣 那我把這個東西直接搬到室外 我就在廣場上面架舞台 然後下面就放椅子 然後放在背叉水 就這樣的方式 除了讓去參與的學生知道 校園的這個議題 那也讓一般不會參與這個活動的 學生走選 誒 現在不知道在做什麼 然後有飲料出來喝啊 然後上片子就這樣 那這東西還蠻好玩的 然後我的議題是 校園是否能開放異性進出 我們學校的男女宿舍是不能互通的 然後那個時候 我跟教教教教審的時候 說本子民啊 這個東西 學犬看得不太好 我說 好 那我回去在深層看 那我還是把他放上去 然後 然後 就真的這個議題 坐下來看的人 比較多 然後我想用這樣的方式 讓大家去 用不一樣的方式去知道 至少不知道 路上問學犬是什麼東西 那這就是我們學校開始的第一步 所以我覺得 以這個活動為例子 我覺得說 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突破學校生的現況 然後對我來說 也是一個創新 因為以前都是這樣的活動 然後做的是什麼 都是新的東西 所以我拿路來做代表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做那個模型 以下來的一個 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歌曲 我會覺得說 台灣的學生在做事情 不管是辦活動好多樂之類的 歌曲可能要再提保養 因為我之前跟一個 一個例子 我之前跟一個 系學會會長聊過一天 那大家 你們學校裡面 有出現巧克力傳奇 這種東西的人 舉手一下 都有對不對 這就是系學會 或者是社團 去承辦這個東西 但是 我覺得那一次 我們學校的系學會 他們辦得非常成功 我就說 他們影片拍得很漂亮 然後他們的宣傳做得非常好 然後我就說 欸 你這樣子 到底賺了多少錢 我就很成功 然後他就說 我們這次超成功的 我們賺了六千多塊 就 不錯啊 他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整個系學會的人力 然後他們每天在校園裡面 擺攤宣傳 然後活動結束的時候 他們還每個人的同學 還扣電話說 欸 那個那是你同學 你的小會家的電腦 那我拿給你 做了所有事情 然後 最後 賺兩千塊 賺了六千塊 對我來說 我覺得 你們能接受嗎 兩個月的時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能接受 那我跟其他辦公司 經驗的人 或是系委長 或是幹部人 聊過這件事情 他們就說 學生嘛 就是 我們賺錢就好了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支出支正義 那就好啦 就是 為什麼要繼續做 你的事情呢 然後我就說 好 就我今天辦公司長都好了 我不是為了好玩 我今天票價不要賣兩百塊 我賣四百塊 你比外面的便宜 那 你給我一個月的時間 我可以給你賺幾百塊 為什麼要做 很多這樣子 在數字圈 在企劃案裡面 你會知道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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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是出錯的事情 為什麼不去做做 看其他事情 你又看過 新學會去辦 密思討通 其實我一直很支持 你只會在跟我認識的社團辦公司 你們可以去做 做密思討通 這門檻那麼低 你們這樣才想做好的題目 可以做宣傳 其實你們可以做 一場活動可以辦好幾萬塊 你們可以做更大的事情 為什麼要去主線在 我以前的商品做下來 那是 反正我們賺這樣的歌 就是賺更錢快 很棒 很開心 在場 我要可以在場 你歌 不管你有沒有在華為活動 或是你已經玩了很多經驗 今天 我就讓大家看過這個歌 這時候 在你做事情的想法上 會說 你要給自己一個質疑 我這個東西 是不是能再往上一層樓 是不是能再多做一點事情 是不是 這件事情的規模比較更大 那譬如說 剛才看到很多朋友 你們都有一些 惩罰或是職業的活動 那你們的客群 一般的學生都只會在校內 今天很可惜 很多戲可辦一個活動 或是做一些事情 但他們都會在校內做宣傳 校外就會非常的少 那我有問過這件事情 那大陸就是說 學校是幾本盤 那你為什麼會想說 你的市場會在外面 你今天在外面做宣傳之後 你可能所有的 在學校附近 有時候會過來參與 雖然不是很好嗎 那你的票 你的收付什麼東西 你的格局就會更大了 是不是 那我覺得 今天在場會做 一般無人這樣的一個 兩個字 格局 這是我現在在做一些事情 我現在在做 這是外交情報演習 它是一個外交部 跟國際協人會在 合辦的一個活動 那我現在是一個副執行長 那我在偶像看一些 基礎日文 然後英文 然後現在我朋友在找 我玩商業競賽 然後我 我現在在 我現在也搞這種想法 然後我要做一個 很大型的企劃 那我就是想要 找個兩三百萬 一兩百萬再做這個企劃 就是時間 我不願意大家做 那有機會可以 想要知道可以來做 我討論這件事情 那這是我最後 送給大家知道的一句話 大學生是人生 你人生中最好 可以自由想要過日子 就是我覺得大學生 這個學生的身份 是一個 你現在做 如果說算你做錯事情 你可以社會上 能夠原諒你 反正你大學生 你在嘗試 那第二就是說 你之後套入社會之後 你不會有自己的時間 你的時間是公司的 除非你創業 創業其實 人家花的時間更多 那第一個 你現在大學生 你沒有自己的時間 第二 你現在是可以犯很多錯 而被大家接受的 那可不在這段時間 你能多做一點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說 大學是人生中 最後一段自由查脫的人 那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